這次有一個特別的任務 因為最近幫Dixie的Pixar配了一個動畫 裏面有一首主題曲 叫做Remember Me 所以這次特意上來推介這首歌給大家聽 其實裏面的角色我都頗喜歡 我裏面還有阿德的角色 其實他很正面 這個人我覺得無論他遇到什麼難題也好 或者他的心願也好 其實他都用一個比較正面的方式去看 在一個過程當中 跟小朋友在一個旅程當中 一起遇到一個旅程當中 一個旅程當中大家遇上 他都令到我 我想說 其實裏面是骷髏骨頭 是骷髏骨頭 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搞笑的骷髏骨頭 我覺得他很搞笑 還有這個人的角色 其實在我的做人當中我都頗喜歡這個角色 我喜歡他的態度 但這部戲他的家庭的重量很大 因為我在配音室當中 我看過畫面 我看到有一些訊息出來 給我自己 我自己也忘記了 確實有一些 他對著家庭或親人說話的時候 我自己也忘記了 所以這些戲是可以提醒我們怎樣去面對 或者有些小細節 可能離開了的家人 我們在家裡通常都會擺相供奉他們 我們自己也有 中國人 但原來在靈界那裡 又好像原來你的相片擺不住 他們也不能回來 只有這些教育或意味 都跟中國人的思想有點相近 其實是 你掛著那個人 其實你經常想著他 真正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要很掛著 你要不要忘記他的愛 其實這件事是重點 而這個故事是 就是人家說 你一定要怎樣想的 來換醒別人去思想思考 如何會怕唱了太多 Remember me 但我看過點錯過點要記得 也怕最後也會算得出錯 世界變化太快也有這首歌 每晚與我最愛抱擁不回錯 世界變化太快也有這首歌 唱過聽過無邊記憶中有我 你我變化太快也有這首歌 有信任我過 永遠過